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的焦点是美国政坛引发巨大震动的消息 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各方反应 特朗普表示哈里斯将比拜登更容易击败 而哈里斯则誓言将权力团结民主党和国家击败特朗普 民主党内部的压力和拜登的健康问题 进一步推动了他的退选决定 这场选战的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对决将成为下一步的焦点 拜登的退选是否会让特朗普轻松胜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7月21日是一个可能拥崽史册的日子 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日期宣布 他将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 这一决定引发了政坛震荡 拜登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连任的初衷 但为了民主党和美国的最佳利益 他决定退出竞选 并在剩余任期内专注于总统职责 他计划在本周晚些时候 向全美详细说明这一决定的背后原因 拜登的退选 无疑为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大选 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 拜登宣布退选的消息传开后 他明确表示 将全力支持副总统哈里斯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哈里斯在声明中称 他很荣幸得到拜登的支持 并将尽力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他还称赞拜登无私和爱国的行为 并感谢他在任期间的非凡领导 哈里斯还誓言将尽一切所能团结民主党和国家 以击败特朗普 美国《时代周刊》迅速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了最新一期封面 封面图中哈里斯入画 而拜登则出画 只留下一个身影 杂志还附上了6月28日的电子版封面 图中拜登逐渐出画 但整体身影仍在画中 该杂志在帖文中称 阅读我们关于乔·拜登 决定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的新封面故事 拜登的退选引发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强烈反应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 如果哈里斯获得民主党提名 他在11月的选举中将比拜登更容易击败 此外 特朗普还抨击拜登是美国史上最差的总统 并表示自己竞选将强调团结 而非与拜登的分歧 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 特朗普对哈里斯的上台并不感到恐惧 甚至心存侥幸 认为这是他赢得大选的一个好机会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没有闲着 正在为与哈里斯的竞争做准备 就在拜登宣布退选的同一天 特朗普正式接受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特朗普选择了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詹姆斯 戴维·万斯作为其竞选搭档 万斯在外交政策 贸易和移民等方面 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坚定捍卫者之一 特朗普曾表示对于副总统候选人 他的首要考虑是 其是否能在他结束第二个任期后接班 拜登的退选引发了民主党内部的激烈反应 前总统奥巴马 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重量级人物 对民主党选情表示担忧 而一些民主党的金主 也搁置了对拜登的竞选资金捐助 进一步加大了拜登的退选压力 此外 本月17日拜登在总统竞选形成中 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出现了与新冠相关的轻微症状 暂停了总统竞选的相关活动 这一系列事件让拜登的竞选之路 变得愈加艰难 也不得不让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参选计划 拜登的退选对民主党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变数 虽然拜登表示支持哈里斯 但民主党内部能否就候选人达成一致 仍有待观察 根据美国选举信息网站 真正透明政治汇总的民调数据 截至18日 特朗普在全国民调中平均领先拜登三个百分点 在威斯康星 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等 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都领先拜登 分析人士认为 拜登退选后 民主党内部的混乱局面可能还会继续 在拜登宣布退选的消息传出后 Lintedin联合创始人 风投公司 Greylock Partners 合伙人李德 霍夫曼和亚历山大 索罗斯 公开支持哈里斯成为下任总统候选人 霍夫曼在声明中写道 民主党是政策 进步和行动的政党 在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做出选择时 我相信美国人民会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正确的决定 亚历山大 索罗斯在X上分享了他与哈里斯的合影 并写道 我全心全意地支持哈里斯竞选美国总统 现在是我们团结在哈里斯周围 打败特朗普的时候了 他是我们拥有的最好 最有资格的候选人 拜登的退选 让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局势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民主党内部的纷争 和特朗普的强势回归 使得这场选战变得充满悬念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特约研究员贾敏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拜登退选的时机颇为微妙 可能是为了避免在党内初选中耗费过多资源 同时也为哈里斯的竞选铺路 拜登为何选择在此时宣布退选 答案或许在于多重压力的叠加 首先是民主党内部的压力 自6月底以来 已有超过30名民主党议员 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其次是健康问题 新冠病毒的感染使得拜登的身体状况备受考验 最后是竞选资金的问题 一些慈善家和金主搁置了对拜登的捐助 使得他的竞选资金捉襟见肘 拜登的退选是否让特朗普躺赢 这一切仍未可知 虽然特朗普在民调中领先 但哈里斯也不是没有机会 他的竞选团队已经开始积极筹备 力求在选战中占据上风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场选战注定将成为 美国政治史上的一大看点 拜登的退选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带来了新的变数 使得这场原本已经胶着的选战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对决 将决定未来四年美国的走向 而拜登退选的背后 也揭示了美国政治生态中的复杂与多变 面对如此多的不确定性 选民的选择将至关重要 无论结果如何 美国的民主进程将在这场选战中继续前行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拜登宣布退选 当地时间7月21日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 2024年总统大选 这一消息在美国政坛 引起了巨大反响 拜登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 发布的信中表示 虽然他原本计划寻求连任 但出于民主党和美国整体利益的考虑 他决定退出总统竞选 并将专注在完成现任期内的总统职责 拜登称 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 向全国详细说明他的这一决定 拜登的这一决定 无意为2024年总统大选 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 退选后 拜登表示 将全力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哈里斯在声明中称 他很荣幸得到拜登的支持 并将尽力赢得民主党的提名 他还称赞拜登 无私和爱国的行为 并视沿江 尽一切所能 团结民主党和国家 以击败特朗普 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前总统特朗普迅速做出了回应 在接受CNN采访时 特朗普表示 如果哈里斯获得党内提名 他在大选中将 比拜登更容易击败 特朗普还抨击拜登是 美国史上最差的总统 但强调自己竞选的重点 将是团结而非与拜登的分歧 民主党内部压力 拜登的退选背后 是民主党内部的复杂局势和压力 自从拜登在6月底的 总统选举首场电视辩论中 表现不佳以来 民主党内部的压力迅速增大 已有超过30名民主党议员 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甚至前总统奥巴马 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重量级人物 也表达了对民主党选情的担忧 此外 一些民主党主要均赠者 暂停了对拜登的竞选资金捐助 进一步加大了他的退选压力 更为不利的是 拜登在7月17日新冠检测呈阳性 出现轻微症状 导致他不得不暂时终止竞选活动 据选举信息网站 真正透明政治的 民调数据 截至7月18日 特朗普在全国民调中 平均领先拜登三个百分点 并在一些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上 也处于优势地位 共和党动态 就在拜登宣布退选的几天前 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 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时 正式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 特朗普还宣布 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詹姆斯 戴维万斯 为其竞选搭档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表示 选择副总统的首要考虑 是能否在他结束第二个任期后接班 未来的不确定性 拜登的退选为2024年大选 带来了新的变数 尽管拜登表示支持哈里斯 但民主党内部能否达成一致 仍有待观察 哈里斯的竞选 能否得到民主党的广泛支持 以及他能否在大选中击败特朗普 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即便如此 哈里斯已经获得了一些关键支持 例如 LinkedIn联合创始人 彼得 霍夫曼 和亚历山大 索罗斯 都公开支持哈里斯 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霍夫曼表示 在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 做出选择时 我相信 美国人民会为我们的国家 做出正确的决定 亚历山大 索罗斯 也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对哈里斯的权力支持 总的来说 拜登的退选 使得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局势 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 特朗普与哈里斯之间的选战 将成为焦点 双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选战做准备 这场选战 无疑将成为 美国政治史上的 一道重要看点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朋友们 拜登退选 简直是他对美国 最大的爱国行为之一 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 无法继续带领国家前进 所以才英勇地决定退出 这不就是乔治华盛顿 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吗 楚天书 你把拜登说得跟圣人似的 拜登退选可不是自愿的 他是被民主党内部 压力逼得走投无路 你看看 三十多名议员公开呼吁他退选 连奥巴马和佩洛西 都对他失去了信心 华盛顿退位是自己选的 他可是被逼的 谢琪琪 拜登的退选是为了让哈里斯接班 这可是战略性布局 你看 哈里斯是女性 少数族裔 完美符合当今时代的 多样性和包容性需求 拜登是看到了这一点才退选的 这叫高瞻远瞩 不是走投无路 高瞻远瞩 别逗了 哈里斯的支持率 可比拜登还低 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表现平平 甚至在多个场合失言 你觉得这样的候选人能打败特朗普 拜登把球传给哈里斯 简直就是在给特朗普送大礼 真是躺赢的节奏啊 谢琪琪 你也太小看哈里斯了 他在司法和参议院期间 可是做出不少贡献的 反观特朗普 他在国际事务上的表现 可是劣迹斑斑 哈里斯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 应对特朗普的攻击 更何况 拜登的退出还获得了民主党金主们的大力支持 资金到位 哈里斯的竞选之路会更加顺利 楚天说 你真是对哈里斯充满幻想 特朗普可是已经开始组建强大的竞选团队 选了俄亥俄州的詹姆斯 戴维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这可是个强硬派 两人搭档 堪称铁拳组合 哈里斯要面对的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拜登退选 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各位观众 各位吃瓜群众 欢迎来到本期六度世界的精彩政治大戏时间 今天我们要聊聊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的惊天动地消息 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戏剧性发展 请记好安全带 因为这个故事比纸牌屋还要跌宕起伏 首先 拜登这次的退选 简直像是政坛上的一记重磅炸弹 拜登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退出大选的决定 说是为了美国和民主党的最佳利益 哇哦 这位老爷子可是重情重义啊 舍小我 不过看起来拜登的退选并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毕竟面临民主党内部的强大压力 再加上新冠意外插曲 他这次真的是被逼到了墙角 拜登一退选 副总统哈里斯立马站出来说 大哥别担心 这给我帮你扛 哈里斯表示 他很荣幸得到拜登的支持 誓言将尽力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并团结民主党 击败特朗普 不得不说 哈里斯这个时候的表态 不仅是对拜登的接力 也是对自己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博弈 另一方面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开心坏了 他在CNN的采访中说 哈里斯比拜登更容易击败 这位前总统不仅对拜登的任期冷嘲热讽 称其为史上最差总统 还表示自己竞选将强调团结 特朗普的评论 简直让人觉得他已经在准备庆祝胜利了 不过别高兴的太早 哈里斯可不是省油的灯 他背后还有相当多的民主党 重量级人物和金主在支持他 至于特朗普这边为了此次大选 他也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他选择了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詹姆斯 戴维万斯作为竞选搭档 万斯在外交政策 贸易和移民等方面 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坚定捍卫者之一 和特朗普的理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特朗普团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 大对决 做足准备 声势浩大 气势汹汹 拜登的退选 引发了众多民主党重量级人物 和团体的支持浪潮 比如LinkedIn联合创始人 李德·霍夫曼和亚历山大·索罗斯 他们都公开支持哈里斯 成为下任总统候选人 霍夫曼甚至在声明中表示 在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 做出选择时 我相信美国人民会为我们的国家 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样的表态让哈里斯的竞选之路 变得更加顺畅 不过大家可别忘了 拜登的退选虽然给了哈里斯机会 但民主党内部是否能就候选人 达成一致仍是个未知数 毕竟之前一些民主党高层人士 还希望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 确定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能否最终成为党内唯一的战士 还得看后续的政治博弈 总结来说 拜登退出总统竞选 无疑让2024年美国大选的局势 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 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对决 即将拉开帷幕 这场选战必将成为美国政治史上一大看点 无论最后 谁能笑到最后 这都将是一场充满戏剧性和意外的政治好戏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